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法师 大德仁者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开集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同盟养政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二十世纪初 欧洲有许多专家学者 共同讨论一个问题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即古埃及 美索布达米亚 古印度和中国 此乃人类文明之摇篮 其中三个都已经消失 唯独中国还存在 这是什么原因呢 欧洲学者讨论的结果 可能是中国人注重家庭教育的缘故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师父上人说 家庭教育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之根 是以五轮八德的轮常之道 落实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以此未为后世典范 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核心 是父子友亲 手众孝敬父母 并将此发自于天性的如木之心 亲爱经成 终其一生保持不变 进而推广之 能够爱兄弟 爱家族 爱邻里相当 弟子归说 凡事人皆需爱 由此扩大到爱社会 爱国家 爱全人类 此乃亲亲而人民的具体表现 因此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 爱的教育 假 志在圣贤的同盟教育 清代大儒陈鸿谋先生 在养正遗归序中说 天下有真教术 私有真人才 教术之端 自驴相史 人才之成 自儿童史 大意 以山下出拳 其相为盟 而君子之所以 果形欲得者 于是乎在 故蒙以养正 视为圣工 意志 深移 这段真言 指明了同盟教育的重要性 图一 师父上人所提写的墨宝 禅示了中华圣哲 传统教育的特质 诚如师父上人所言 同盟养正的家庭教育 守众父母尊长的 以身垂范 其目标是 成圣成贤 是正知正见的智慧教育 三字经曰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一语缠明了 同盟养正教育的真谛 人性本善的善 是指圣人 是纯净纯善的 圣贤教育教人 从习性恢复到 本性本善 是超凡入圣的教育 中国自古至今 为人父母者 都是希望把孩童教导成 大圣大贤 并不希望他做大官 发大财 民国已降 时至今日 圣教衰微 物欲横流 名利尽起 此乃 社会动乱 真正根源 若不能 恢复圣贤教育 此动乱将 永无止息 远在四千五百年前 饶顺 使契 为司徒 来主管教育 敬夫 五教 五教 就是指 五轮之道 宋朝的 宋朝的 朱熹夫子 在白鹿洞书院 学归 一开头 就揭示说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幸 又五教之母 又五教之母 瑶顺 是契 为司徒 敬夫 五教 及此事也 学着 学此 而已 此言 道出 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原则与纲领 图二 瑶顺 是上古时期的圣王 实在 瑶顺 时契 为司徒 敬夫 五教 古圣 先王 以五轮 五常 作为圣贤 教育的根本 众所周知 圣贤的学问 是大自然的法则 他运行不错 永恒不变 超越时空 五轮是道 天然之道 自然法则 五常是德 五常是仁义理智信 随顺道 即是德 五轮五常 细说就是 孝涕 忠信 礼义 廉耻 仁爱 和平 此十二德目 与道 完全相应 若能 依教奉行 遵守 自然之道 则能 生活得 幸福 快乐 美满 大自然的规律 就是 至善至美的 道德 以 周朝皇室的同盟教育 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家庭教育的民族 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带出贤人 周朝的三太 太江 太任 太四 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胎教典范 周文王母亲太任 十分注重怀孕之时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因为 这会直接影响胎儿 因此 他怀孕之时 眼不看写取不正的场景 而不听音译无理的声音 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 他从不歪着身子睡 也不偏斜着做 亦不曾搏着脚站 他不吃气味不正 切割不正的食物 不做摆放不正的习字 所以 文王生下来就非常的贤明 圣德卓著 中国古人知道 婴儿一出生 睁开眼睛就会看 竖起耳朵就会听 大人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他都在学习和模仿 并且深受影响 此时 父母应当以正面教化之 施以德教 则孩子必然受用终生 所谓少成弱天性 习惯成自然事也 周文王的夫人太四 是有生国 是有生国四姓的女儿 他人厚和顺 生活简朴 恭敬老师 且声名大义 文王十分仰慕 太四的美德 亲自到温水去迎娶她 太四效仿 祖母太江 和婆婆太任的德行 勤勤勉勉 相夫教子 客敬富道 培养出一代民君圣者 周武王和周公弹 图三 周文王的夫人太四 具有人厚之德 他继承了主母太江 和婆婆太任的美好品德 恪守妇道 相夫教子 培养出了周武王和周公 两位圣贤之子 在中国古代 帝王培养接班人 可谓是用心养苦 皇帝登基后 首要大士 即是立太子 并延请全国最优秀的老师 来培养接班人 这三师 即是太保 太父 和太师 合称三公 太保主要是 教饮食起居 卫生保健等 生活教育 太父是教导 伦理道德 及礼法的制定 与班行 太师 太师是教导 如何治理国家 及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 周武王过世时 儿子成王才十岁 所以是由周公 摄政 引请圣贤人 来教导成王 据大代礼记记载 昭公为太保 周公为太父 太公为太师 成王的太保 是昭公氏 昭公是周武王之地 在他的治下 自侯博 至庶人 各得其所 无师职者 成王的太父 是周公 周公是孔子心目中 最为崇拜的圣人 他曾提出 尽得保民的思想 注重治理作乐 周理相传 即是周公所作 成王的太师 是江太公与上 周文王 周武王 都是拜 江太公为师 蒙受父母的栽培 老师的教导 周成王果然 不负众望 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他在位时 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 行错 四十年不用 成就了周朝 最为鼎盛的 成康之志 图四 周公是孔老夫子 最为尊敬的圣人 是周成王的老师 他辅助武王克音 辅佐成王治国 尽得保民 治理作乐 周公训责儿子 薄秦的 尊尊教言 流传后世 成为家教之得范 周公是一位教子 有方的好父亲 对儿子薄秦 尊尊善佑 当成王封薄秦 于鲁之时 周公语重心长地 对儿子说 虽然鲁国的文化鼎盛 但是你千万不要 以自己是鲁国人而骄傲 周公说 我听说德行广大 而守以公者荣 真正有德行的人 表现在外都是恭敬 这才是真正的荣耀 孔老夫子 一生恪守无德 温良 恭 简 让 待人恭敬 绝不敢 欣漫任何人 成就了万事失表的圣德 周公借字说 土地薄欲 而守以减 者安 拥有很多的财富 能守之以节俭 才能得到平安 反之 如果拥有财富 而却生活奢侈 祸害就会随之而来 鹿为尊荣 而守以非者贵 身居高官厚爵 却欲是谦卑 不敢在人上 自卑而尊人 这才是真正的贵人 人重兵强 而守以位者胜 聪明睿智 而守以余者意 博文多记 而守以前者广 周公借子的经欲良言 是告诫子孙的真实之语 是自己一生智慧经验之谈 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事 保全功名富贵 深知世人学习 丙 言语不屈中的真实学问 在陈鸿谋先生 养正遗归 所选入的 诸夫子同盟虚之 序文中说 夫同盟之学 始于衣服惯吕 刺激言语不屈 刺激撒扫捐节 刺激读书写文字 极有杂戏事宜 接锁当之 由此可知 中国古代同盟养政的家庭教育 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饭 读书写字 洒扫应对 进退 等杂戏的事宜之中 培养孩子的 智诚 恭敬之心 成为日后 静修上达的阶梯 如同洪谋先生所说 凡一物一则 一事一疑 虽至先至兮 皆以贤其放心 养其德性 养其德性 为一日静修上达之阶 即此而在意 在教导子女 穿衣吃饭 言语不屈等 同盟养政教育方面 宋朝二成的母亲 侯氏 位为典范 侯氏自幼 德才兼备 聪慧好学 好读史书 而不为词章 且于政事 颇有见地 深得父亲堂爱 侯氏七八岁时 读到古诗 女子不夜出 夜出禀明竹 从此之后 她日暮就从不走出房阁 长大之后 父亲将其许配给河南青年才俊 成兄 成兄乃名臣之后 史称其温公代人 帅以轻胜 侯氏于归之后 对公婆非常孝顺 于夫君相敬如宾 虽小事未常自尊 必秉之而后行 且至家有法 对晚辈仁爱宽厚 对树子示弱 己出 侯氏前后 欲有五子一女 但仅有成好 成疑存活 她亲自教育二子 对其严加管教 未曾溺爱 据晋思路记载 二成小时候 刚学走路 走着走着就跌倒了 家人唯恐孩子啼哭 就走上前去 把她扶起来 侯氏苛泽说 乳若安徐 您至铺乎 你们如果举止 安定徐缓 怎么会跌倒呢 吃饭的时候 侯氏就让儿子 坐在自己身边 见到儿子 常常把盐 煤 加鱼羹中 以调味 侯氏就训斥 致指说 又求乘欲 长当如何 从小就贪图美味 长大后 怎么得了 侯氏训诫儿子 不可恶言骂人 曾说 换其不能驱 不换其不能生 儿子有过世时 侯氏从未曾 为之掩饰 他常说 只资所以不孝者 有母必其过 而父不知也 因此 成氏兄弟 一生都不挑剔 衣服饮食 从不恶口骂人 这都是得利于 同盟养政之时 母亲优良的母教 土五 北宋二成 明道先生 陈浩 和一川先生 陈宜 是优良母教 所培养出的 贤德之人 侯氏家的 家庭教育 未为后世得范 在母亲的教育 岛下 成氏兄弟 都成为贤德之人 且明良天下 成宜十八岁 就上书宋人中 希望天子处 世俗之论 以王道为新 引起朝野震动 后来 二成都师从 周敦仪求学 宋人中 家幼二年 二十六岁的 成浩 金榜 提名 出任主部官职 二十五岁的 成仪 以部一之身 在金师授徒 讲学 以致斯文大兴 后来 他在宫廷中 出任金言讲官 成为宋哲 学中的老师 可谓是 贝极殊荣 人中皇帝 追封成母侯氏 为上古郡君 以示表彰 由此可知 母教确实 视为天下太平之源 仰观前贤 为人父母者 怎能不深思 与反省呢 丁 启蒙 教育的成功典范 当今之时 习近平主席 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重家庭教育 2015年2月17日 习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说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此乃真知灼见 古今皆然 家庭教育需从 胎教时 且于同盟养政之时 即以身教化之 言教导之 寻寻 寻寻善幼 厚积得本 则三岁七岁前所涵养的纯净纯善性情 近期一生都不会改变 十年前 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 曾经感叹地说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 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 能够跟民国时期 培养的大师相比 并提出了著名的 钱学森质问 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在民国以前 中国人的德行学问 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 首先 是自小鱼同盟养政时期 即施以德行教育 使其品性端正 恪守伦理 深名因果 于此基础上 在意门深入 常识熏修 奠定传统学术的根基 目的是回归自信 其教学的方法是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以此开发自信本具的 智慧德能 学者能依此行之 则一生 道德学问 必有真实成就 成圣成贤 亦是指日可待 中华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民国时期的许多家庭之中 屡见不鲜 中国历史学家 文献学家 张顺辉 于1911年 出生于湖南的 书香世家 父亲终生研究 普学 擅长天文算法 张税辉 秉授 佳学 由父亲亲自授业 后转意多诗 虽未曾上过一天学 却成为当代著作 等生的国学家 并于华中师范大学 任教40年 张顺辉 七岁时 父亲就以 王云的文字蒙求 为其发蒙读本 稍长及读 说文解字 十六岁后 开始研究 好艺型的尔雅艺书 并于十七岁 撰写了 尔雅艺书拔一文 奠定了文字 训酷学的 深厚功底 父亲去世后 十七岁的张顺辉 父籍出去 寻访师友 他的姑父 于家兮先生 是著名的目录学家 四库提要辩证作者 时任教育 辅仁大学 张顺辉 住在姑父家中 广泛求教于 京城名流学者 这段期间 成为他 一生读书进展 最速的时期 图六 圣贤是教出来的 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 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是自小于家庭中 所秉受的 同盟教育 张穗昏先生 在八十字序中 总结自己一生的智学 始于仰慕 前家助辱 从而潜心研究文字 生育 生育 迅酷之学 而后才进一步地研究 儒家经学 因此 小学和经学 是他一生研究国学的基础 这个基础 正是在家庭教育的 浓郁国学 氛围中奠定的 因此 他才得以为 说文解字 做约助 为正式经学 做从助 且博制子书 匡正旧史 辩章 学术 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 姑父 所实行的家庭教育之效 中国传统 童子宫的教学方法 曾经引起 现代众多教育者的深思 为此 热心于为民族 培养人才的 吴宏钦教授 曾经感慨地说 无数事实证明 中国传统教育 曾经为中华民族 培养出杰粗的人才 启蒙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 我们应该汲取 继承 让它在现代社会 重放光芒 前学森之问 不是个理论问题 而是需要用实践 来证明的问题 秉承着中国传统 启蒙教育的理念 吴教授在大西北的 边远乡村 扮起了福西班 取得明显的成效 他深深地相信 用童子宫的教学方法 能够培养出类拔萃的 优秀人才 图七 2012年 吴鸿青教授应邀于斯里兰卡 做主题演讲 题为 中国古代教育经验的 现代价值 五 勤俭节约的家教得饭 中国自古至今的家庭教育 十分注重培养孩子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三国时期的蜀国 名相诸葛孔明 曾经在《戒子书》中说 福君子之行 敬以修身 敬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短短数言 敬数一生修得 父母之爱 发自肺腑至成 是传之后世的真言良见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兼秘书长的 习仲勋老先生 年少之时 很喜欢学习古文 自入小学起 擅长古文背诵 如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等盟学经典 都倒背如流 熟岸于胸 他耳辱目染父母的 言谈举止 效仿先辈 为人处世的风范 培养出 忠孝有爱 勤劳简朴的 优良品德 夫人齐心回忆 习老先生 是一位好丈夫 好父亲 虽然身兼要职 但是在家庭中 他不仅利用 业余时间 亲自照顾孩子 帮孩子洗澡 洗衣服 这是父子友情的 真情流露 而且他自己 言传身教 对子女从严要求 注重教育孩子 自小养成 节俭的好习惯 培养了 勤俭节约的家风 在穿着上 孩子们的衣服 鞋袜 都是接力穿着 大的穿旧了 再让小的穿 在吃饭上 掉在桌子上的米粒 都要捡起来吃掉 吃完后 还要用馒头 把碗碟上的菜汁 擦干净 在用水 用电方面 习老先生 是用浴盆 洗澡 洗完后 留给孩子们 接着再洗 然后 还要用澡水 洗衣服 厅堂的灯 晚上很少打开 习老先生要求 只要房间里没人 一定要随手关灯 习家简朴的作风 对子孙产生深远的影响 习仲勋老先生 给孙女起名 明泽 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 清清白白地做人 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习明泽 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爷爷的教育方式 使他受益匪浅 连过年所收到的小红包 都是爷爷从疗养院 积攒下来的小牙签 他感到很高兴 至今还保存在家里 和父亲习近平 在一起的时候 习明泽从不让父亲 多点一盏灯 餐津值也时常伺一半给父亲 一半自己留着用 这都是得利于爷爷身教的影响 图八 良好的家教 培养出闲孝的子孙 图为习仲勋老先生 三代同堂的照片 体现出父子友亲 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 在写给父亲八十八岁 米兽的贺信中 习近平写道 自己与父母的感情 久而迷深 从父亲那里 继承和吸取很多宝贵 与高尚的品质 学父亲做人 坚持真理 学父亲做事 从不鞠躬 学父亲的信仰 心中始终有一盏灯 学父亲的赤子情怀 博大的爱 学父亲的简朴生活 勤俭持家等 父亲的高尚品德 使子女终生受用 诚如古人所言 历览前贤国语家 诚由勤俭拜由舍 这是每一位 为人父母者 都深以为借尽的历史经验 简以养德 这是明智的父母 留给子孙 最为珍贵的传家之宝 也是习老先生 以身垂饭 服幼子孙的淳朴家风 宗上所述 中华民族 传统的家庭教育 是千百年来的 祖先智慧经验的总结 是带出圣哲的不二法门 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 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 它跨越时空 重贯古今 行之当事 仍是身具实效 普愿华夏子孙 能够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家庭教育为核心 进而扩展至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 乃至宗教教育 为社会培养 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为国家延续 亘古永恒的灿烂文化 为世界缔造 长治久安的永久和平 以上是惭愧弟子 浅显的心得报告 不妥之处 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 会与批评指证 无尽感恩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 是开集顶礼尽成 这篇报告的内容 非常详细 那么今天 习主席主政 让我们看到 中国未来 曙光的出现 在往年 我相信 每一个读书的人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对中国的前途 都不敢想象 自己怎么样努力 也是一张微小的灯火 看不到光明 太平盛世 必须是有 圣贤的君王 才有机缘出现 这篇报道很详实 文字不长 说明 习主席的家教 让我们更相信 他有前途 他会带领我们的国家 会带领地球 走出黑暗 那我们相信 因果 祖宗即得了 这家里才有 深陷人出来 绝对不是傲然的 这种人出现 这种人出现这世界 中国人俗话常讲 是天命 我们相信是天命 我们相信 是祖宗的庇佑 这个祖宗 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三宝的价值 他主席的时间 还不长 我们听他的言论 看他所颁布的政策 我在国内 时间少 在国外的时间多 我听到外国人 外国的一些真要 对习主席的敬仰 是从内心里 都伸出来 那不是普通的恐慧 这个我看到 我听到 非常欢喜 我们要努力 要向他学习 特别是居家 家是文化的根 有好的家教 决定出人才 习老先生 就是个好例子 在这个大时代当中 不被外面环境诱惑 心有主宰 为国家 为民族 为一切苦难众生 使我们相信 他一定能成就 一定能完成 他的愿望 中国梦 他的愿望 我们自己 现在最重要的 是建立信心 建立信心 人最可悲的是信心丧失 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边缘 看到他起来了 我们的信心 增长了 我们的信心 坚定了 我常说 多少年就说过 国家要心深 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 把它做好 跟大家的时候 团结起来 互相勉励 互相关怀 互助互利 这个社会 就会兴亡 我们的社会兴亡 会带动全世界 会影响全世界 外国人走的路 现在自己看出来了 他们的信心动摇了 对这个世界 怀疑 这世界还会有好悲吗 很多外国人 跟我见面 问我这句话 换一句话说 对这个社会 稳定和谐 信心丧失了 这很可悲 怎么办 我举的例子 是唐恩彪所说的话 他是英国人 在国际上 他有地位 大家对他的心 这个言论 还有几分信心 那他告诉我 二十一世纪 是东亚文明的世界 那十九世纪是英国的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 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的主 就是中国 它有三个卫星文明 韩国 日本 越南 这事都没错 这三个国家 跟中国往来 有年软千年的历史 在战国时候 历史上就有记载 这些人到中国来 学习 中国文化 佛教 传到中国来之后 这三个国家的出家人 都到中国来留修 把大乘佛法带回去 也成为他们文化的主流 中国如是道 日本 韩国 越南 逐流 都是如是道 二战 之前 二战胜利之前 这三个国家所使用的文字 都是中国的汉字 文原文 非常可惜 战后他们都离了 把文字改了 使中国五千年 文化的瑰宝 他们没有办法 在西手里 得不到中国传统 真实智慧的文化的滋养 非常可惜 那我们相信 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 我们看他 他已经就醒过来了 已经回头找老祖宋了 他恩比的愿望 对下对现了 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 是70年代 1970年提出来的 没人相信 甚至有人说他头脑有问题 他告诉别人 你们不要忘记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但是他到走不通的时候 一回头找老祖宗 他就是世界第一了 这话今天大家看到了 对他 不能不佩服 所以我们要努力 学服 无论出家在家 不纯粹是宗教 这是一门大学文 那实在讲 宗教两个字 中文的意思 才是正确的 那中国宗教这两个字 宗有主要的意思 有重要的意思 有尊崇的意思 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 教学 教化 那这两个字连起来 是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化 上面还有加三个字 全人类 那也就是 是人类不仅是中国 它遍及全球 只要是人 就要结束 那是人类 老祖宗留下来的 那是人类 真的 重要的教育 那重要的教育 尊崇的教化 尊崇的教化 那唐人们说过 文明 这产生 是离不开宗教 人类的地实 先有宗教 后有文明 也就是 文明是从宗教 延伸出来的 如果宗教没有了 那么化学 文明的根断掉了 根要是断掉了 这个文明 它能存在的世界 就很有限 那大概一年半年 就没有了 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那他又说 这都唐人们的画 在古代 宗教跟哲学 是画灯好的 你说他是哲学 他确实 他是哲学 你说他是宗教 也能说得通 那么我学佛 我是跟方东伟先生 学哲学 不是跟他学宗教 他给我讲了一部 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是佛经哲学 我当时很压抑 我说佛教是宗教 是没信 他怎么会哲学 他告诉我 你年轻 你不懂 是释迦牟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学家 佛经这学 是世界上 这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相声 我从这个单元 学完之后 我想学 那我给老师说 我想学 我会认真学 老师告诉我 你要真正学 佛经这学 不在寺庙 我在哪里 在今天 他告诉我 两百年前 这些大小寺院安堂 里面所住的 都是有学问 有德行的 告诉我 他们都能教人 现在他们不学了 经典还在 你要想学 只有从经典上 入门 他告诉我 这条路 那么我们在六十几年当中 其二不学 怎么样困难 我每天 我每天 不忘记 学习经教 我感谢老师 感恩 在这个时代里头 确实我这一生 很幸运 为什么呢 是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不是财富 不是地位 与明文利 没关系 我给诸位 设计这一桩事情 你就相信 我是享受 最高的享受 一生 读喜欢 做的书 一生 干喜欢 干的事 你说快不快乐 谁能做得到 出家学佛 可以做到 没有任何人 限制你 没有任何人 来障碍你 可以做到 那么虽然是 修佛 佛陀是教育 确实 我们肯定 他是教育 他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是我常常说的 佛陀教育的内容 是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这个是世俗的教育 超越世间的 他是高等哲学 高等科学 跟科学哲学 分不开讲 我们这个路 走对了 完全归功于 方老师 不是方老师 我想我一生 都不会 就不开心 是 是